驚嚇 爭議不斷的延燒 國台辦主任宋濤就說 絕不容忍 絕不姑息 夏立言這邊 國民黨副主席也說 對撞船的遇難同胞表示哀悼 向家屬表達慰慰 那臺灣的海巡署這邊竟然說 我們沒有同仁疏失 目前也沒有書面要道歉規劃 針對漁船翻覆這個事情 說法反覆 第一時間二月十四號說 哎呀 因為蛇行 不慎翻覆 二二的時候就開始說 有碰撞的事情而翻覆 然後到三月二號的時候 這個報告根本沒有提到碰撞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這個呢 管壁嶺針對專案報告 這個碰撞 碰傳這個事情 他說違背事實 然後呢已經改了相關標題了 隻字未提碰撞相關的詞 兩邊協商十幾次 現在已經到十六次了 然後最後呢也不了了之 看起來沒有結果 朱鳳蓮這邊就說 你真的 管壁嶺極未冷血 沒想到他直接就對著中天記者說 你看看我的提問我有冷血嗎 但是呢 禮拜一三月四號的時候 高精速沒出招了 針對這件事情進行報告 管壁嶺竟然呢 去改了他的一個報告的一個名稱 所以呢 國民黨這邊就說 你真的是藐視國會 我這個當然是故意的啦 因為我們一般如果跟 行政部會有不同意見 我們就親自打電話 給那個相關的立委嘛 招委啦 他說可不可以商量一下 管壁嶺不是耶 他是直接貼臉書啊 對啊 他根本沒有打電話給高精啊 所以這個形式上就是直接對槓 而且他的標題就是 2月14號取締大陸集快艇事故案 他就是要凸顯取締方 就是我們台灣這邊 我方政府的管轄權嘛 那高精就比較是陳述說 兩岸發生了撞傳事件 那希望能夠釐清真相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專案報告的主體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大概已經 定了調了 就是這個事情如果 如果管轄權沒有得到默認 那基本上 不認錯 簡單講就用 就是說你如果不承認 你非法越界 那就沒有執法過當的問題 我認為民進黨就是要這樣搞 那所以首先要確認 是不是有非法越界 事實上殺人或導致人家死亡 這個是萬國公罪 因為像當年的廣大新案的時候 台灣的漁船也是有越界 這個也不是菲律賓案 全世界都一樣 都是這樣子 你如果有人死亡 這個就是最優先的議題 沒有一個比人死亡還優先 越界難道是死刑嗎 不是啊 越界你要處罰 也許是扣船 關幾天都有可能 可是不可能是死亡嘛 所以一旦有人死亡 你就要先處理死亡的問題 那結果現在他是 說你還沒有搞定 我的管轄權的地位問題 那我沒有辦法跟你談 這個相關的 比如說究責啦 認錯啦這一些 所以你看他的策略就是 我直接給你衛斧金啊 那 衛斧金那個層次不一樣 他就是人道的這樣給你 不是說真的台灣有問題 因為人死了他知道非處理不可 可是他又不甘心 在管轄權沒有得到確認之前 跟你處理就責跟認錯問題 所以就責跟認錯他不想處理 那就直接想說我就給你錢啊 就這樣打發啦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要解決也不難 就是你讓那個真相調查的過程 讓對方可以參與嘛 事實上當年的菲律賓就是這樣處理的啊 就是驗屍 驗船 你讓對方可以參與嘛 那就可以取信雙方 那接下來就究責啊 那要怎麼認錯就怎麼認錯嘛 可是我認為這裡面恐怕有更高的 層級的戰略的魔化啦 就是說這不是管碧琳一個人的意見 可能國安會吧 我想是啦 就是 就是他大概已經統一基調了啦 那管碧琳只是第一線的演員啦 不然你很難想像這種事件 在第一時間 就由陸委會跟海巡署直接出面 就更高位的那個出來 而不是海巡 以前都不是這樣 以前都是紅會直接接觸 那紅會接觸就 就不用管那個條條框框嘛 政治的那一塊 就直接處理實質問題 那我覺得 我認為他可能還有更大的一個想法啦 就是認為 反正賴清德520也不會過關啦 你說這兩岸的論述 他不會得到中國大陸的認同 不可能啦 因為他不可能否認自己是台獨嘛 他再怎麼樣也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識啊 那甚至搞不好比蔡英文還更困難 蔡英文在2016年 除了九二共識沒說之外 已經講到 大概獨派的極限了啦 賴清德搞不好那些話 還不一定說得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他大概 這個用我的話叫做破碗破摔啦 就是說反正我獨派我也不會過關 那乾脆就 把很多問題都搞大一點 那搞大一點剛好選在今年啊 因為今年是美國總統大選 然後又剛好立法院沒過半 所以這裡面就有兩個意義啦 一個意義就是 落大之後國民黨跟民眾黨要質疑 民進黨的兩岸政策 這個就考驗他們的膽識啦 坦白講我對國民黨是沒有什麼信心啊 那第二個就是試探美國的態度 所以如果說這個驚嚇海域的管轄權被沒收 你會不會處理 兩岸的衝突 那美國的態度是什麼 大概有這個意思啦 那今年你也知道嘛 因為下半年就進入美國總統大選 對大選 那中國大陸坦白說你也看到兩會的主軸嘛 他主要也是想要穩定經濟 經濟啦 青年就業這些 他也有很多事要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抓到這個機會之窗 然後就乾脆把自己的立場拉高啦 一方面國內政黨鬥爭 一方面試探美國 不過坦白講啊 這樣的做法是非常的不道德 因為你把 人命啦 你把金門的漁民 把金門的民眾 把當地駐軍三千人你當做什麼 就讓他們生活在困擾 然後這個搞不好有各種風險之中啦 嗯 而且這樣的也不可能長久 其實你說今年啊 那不會有大 大規模的兩岸衝突或中美衝突 可是 美國總統選完呢 對 你以為大陸就忘記這件事啦 不可能 而且坦白說啦 很多人也講啊就是 如果拜登選輸 那搞不好就是2月1號交接前 反而陷入最危險的時期 嗯嗯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非常短視 而且不道德 嗯 而且 完全至金門 外島的 老百姓跟駐軍啊 嗯 的風險於不顧啦 嗯 這是非常糟糕的政黨 對 所以呢可以看得出來齁 民進黨這一次呢 真的是要搞政治齁 人家齁這個 真的人命已經往生了齁 不管怎麼樣 真的是要好處理這個人民的問題 那民進黨現在用政治的方式解決 希望能夠齁 替賴清德在兩岸這個論述當中 就鬧張了嘛 那你旅遊業還要上街頭嗎 你就沒有這個正當性啊等等 希望兩岸越鬧越張越好 但是這對臺灣絕對不利 這對金門馬祖更不利 但是民進黨可能覺得金門馬祖 不是他的選民嗎 我想問一下 因為倩姐對於金門 真的非常熟悉 那其實呢 當年的時候臺灣這邊也有廣大新案 啊 當時我們叫菲律賓怎麼樣呢 你要正式道歉 要逞兇 賠償 漁業談判等等 這四大訴求 現在整個主客議位嘛 變得是大陸也要求這樣子 但是朱鳳凜其實一開始態度 是非常非常的低調 譬如說 最先查明真相 十七號的時候就說 禁止跟限制水域 因為民進黨這邊就沒有任何給他交代 二十一號的時候才說要懲處 然後國防部這邊 大陸的國防部就說 根本沒有存在海峽中線 而且要進行 包括外部勢力跟台獨蓄力的 警哲反制 預冤談天說 警哲真的是警告一位農 針對性也很強 那最近也看到了 二十八號十二架次的共機 還有軍艦到了台灣這邊 最近的軍艦距離台灣的基隆 四十三海里 然後有金門的民眾 三月二號看到海巡的艦艇 在風浪當中 跟四艘海警船並行的畫面 首先我要說 我覺得高金素梅 畢竟是一位資深立委 出手非常精準 其他的立委還在搶 應該說是搶發言權 或者是搶他們的聲量的時候呢 高金作為一個招委 他立刻就排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議程 那麼平常我們招委排議程 最晚是可以在禮拜五的下午排 所以說他的時間是非常非常精準 他排了兩個議程 一個是禮拜一的 就是海委會 陸委會 包含國防部跟海軍 討論金門事件 第二個禮拜三呢 是陸委會跟交通部來討論旅遊 附陸旅遊團的事件 所以我們的委員會是134 所以他13兩個都非常非常的精準 的確是個資深立委該做的事情 那麼我剛才聽了這個亮哥講的話 我就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跟妳看法不同 我完全贊成他背後有很多的謀略 但是我認為不是說賴清德的520過不了關 而是我認為賴清德可能提前接手了 就是說現在把事情鬧大了 如果真的出了什麼問題的話 還是蔡英文任內 所以在520之前他找了這麼一個機會呢 要把事情鬧大 鬧大 然後可以不負責任 可以不負責任 所以我就是這一個小小的地方 給妳看法有點不同 我立刻接受妳的 那我們仔細去看的話 第一 當然廣大新案的時候 台灣是何等的群情激憤 而且馬英九的出手是如此的 就是雷厲風行的 去把所有可以用的任何的政策手段 全部都用了 最後美軍介入 那菲律賓也軟化 那我們回頭想想看 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極為克制 真的 它的克制跟安靜的程度 如果瞭解兩岸事務的話 這件事情是何等的人命關天 居然是如此的克制 當然有的人就是在等待兩會之後 會不會有更大的 更嚴重的情況發生 但我認為還有一點是 他也要觀察一下 如果民進黨真的在跟 譬如說美方或其他的西方 在創造一個台海緊張 或驚嚇緊張的態勢 甚至創造一個中國大陸不當的執法 或者是他不認我們的這個有效管轄權 而產生了新的衝突的態勢的話 那這個態勢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因此我看了不少的這個美國的報導 那麼目前看起來的都還算是平衡 就是他們一開頭當然是講說 中國大陸用它的大盾位的海警船等等 在這個金門海域尋就是常態的執法 可是它最後還是有討論到說 它的事情事故發生的原因 是海巡船跟一艘漁船造成了兩人死亡事件 所以它畢竟還是有一點平衡 那這個東西到後來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恐怕是今天對岸正在看的 也是它目前這麼安靜的理由之一 理由之二當然是兩會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討論 但是我想就是做台灣生長在台灣的人 也不能夠完全的不顧事實的真相 如果你看我們台灣一方 你大概看到的都是像這種的圖 就是中國的海警船出沒於這個金夏的海域 所以是禁限止區就是你看到的都是這個圖 就是說它闖入我們的水域的這種圖 然後當然也會在馬祖這邊也會有相關的 我會把它拿過來一點 就是金夏 馬祖 我們看到的大概都是這種的圖 但是若是你仔細的把時間再拉長一點的話 中國大陸是在1992年 頒布了它的領海及彼林區法 那我念一下第二條給大家看 因為它中間有個很關鍵的地方 第二條是說它的領土包括等等等等的 沿海島嶼接著是台灣及其 包括釣魚島在內的各附屬島嶼 逗點 澎湖列嶼 那沿海島嶼的部分呢 在他們後來所搬的領海基線 就是從領海基點到後來的領海基線 你可以看出來這個領海基線畫下去以後 金門馬祖是絕對是在它的領海基線 領域之內的 所以說如果你看中國大陸的圖的話 它會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從我們剛剛看 那個小圖再往這個視角 再拉高一點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是在 中國大陸在1992年 它就畫的這個線之內 那1992年它畫了這個線以後呢 1998年我們搬了所謂的進線紙區 到了2018年的時候 我們還再修正了包括台灣 澎湖跟東沙群島的進線紙區 也就是說當中國大陸聲稱 它包含了所有的領海 看它的領土領海的這個範圍 把剛才第二條裡面的沿海島嶼 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帶在內的 各附屬島嶼以及澎湖列島 都放在裡面的時候 那我們就搬了進線紙區 就除了平常我們畫的 這個領海基線畫的 這個領海跟平均區外 我們還另外畫了進線紙區 好 所以一個是1992大陸搬的 另外一個是1998我們搬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你仔細去看 在什麼人要去執行什麼勤務的時候 它可以有不同的說法 我不是說哪一邊對 因為大家一定會說 我們有紅帽子啊 聽大陸說法 我要說的是你不能只看一方的說詞 因為兩方尤其是中國大陸一方 它的領海基線跟它的領海 是放在聯合國的 聯合國的方語的那個部門裡面 是有這些的 所以如果說試圖在這個事情把它鬧大的話呢 第一呢它有一個在聯合國這裡的一個困境 第二個是這個領椎圈 同時是通常是對內水領海或毗林區內開始 行駛進入到了它的那個本國或第三國的領海中止 這是它原來的這個領海及毗林區法裡面的 那現在它對我們有沒有行使這個領椎圈 目前是都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看將來 目前他們在台灣 川島以東這些軍事的行為裡面 都已經叫做戰備警循了 不再叫做樂區演訓 我們上次已經說過這名詞改 一點點名詞之差呢其實改變很大 那麼現在金門跟馬祖 它在這個地方我們的治權 到底是在什麼狀況 誰可以行使有效管轄 恐怕也是在未來會逐漸去建立的 但是我想回頭特別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在1958年的823抗戰的時候 其實美國是非常早就介入的 美國在1958年初就開始加強把武器運到台灣 甚至有人認為它有包含了核武器 那我現在找不到資料不能確定 可是在1958年的5月16號 就是823之前呢 已經完成了2558作戰計畫 裡面當時我們還有協防條約 在台灣還有協防司令部 所以它有巡邏偵查 包含了去擊退進攻部隊 提供後勤支援的所有的設計 並且參謀總長聯席會議說 戰略空軍譬如說關島這裡 可以直接參與作戰 並且在它可以自由的參與作戰的情況之下 只有使用核武器攻擊大陸需要獲得批准 好這是在5月 等到823發生了之後 8月25號 白宮就立刻向太平洋總司令部 跟台灣的協防司令部呢 發布它的電文 這電文是總統批准 參謀總長聯席會議所擬據的 這裡面包含了 準備承擔台灣防控責任 準備護航並保護補給艦之外島 中途號航母字珍珠港起航 包含了如果中共主動攻擊 並嚴重危害外島的時候 協助中華民國 包含對於大陸的沿岸的基地 使用傳統武器等等等等的攻擊 這一共有5項 包含了戰略司令部的B-47中隊 美機可以在關島待命必要的時候 對大陸的目標做原子武器攻擊 這是它原來的電文 電文 所以我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現在看起來 好像是一個小小的金門事件 但是鄭朱瑜65年之前 當時在一年初的時候 美國已經開始把武器運到台灣 到了5月的時候 他已經有了他一個作戰計畫 已經完成了 在823砲戰的第一發砲擊的兩天之內 總統的密電就已經直接到了 太平洋司令部跟美軍協防司令部 台灣今天主政的人 無論是賴清德或是蔡英文 如果認為可以藉著這個來試探 美國協助防禦台灣的決心 或者是具體的作為的話 我剛才所念的這些 請問現在美國會不會做 美國能不能做得到 而在中國大陸現在的海軍實力 以及整個陸海空軍完整的 軍事實力的情況之下 他們敢不敢做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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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下